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托将小女孩带回了自己的家里 依托的妻子看到了在浴缸里的小女孩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依托却没有告诉妻子 之后依托曾经的朋友法蒂赫也来到了依托家中 虽然法蒂赫并不知道依托背叛三合会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经过两人简单商议过后 法蒂赫还是决定将自己的表弟抱抱来帮助依托 虽然依托知道这次他们面临的是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 不是轻易就能成功的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自己的朋友阿里安 而阿里安是依托曾经的手下 帮着依托走到了现在的位置 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但是阿里安却已经被三合会派到了澳门 在澳门管理赌场和其他组织 阿里安身手相当不凡 也是一个狠角色 这时候三合会已经知道了依托被判组织的事情 于是派人通知了阿里安 并将阿里安接了回来 三合会的老板告诉阿里安 只要他解决依托的事 那么这个城市都会他管 而不知情的依托三人办好了护照 准备去找阿里安 但是无奈他们没有经费 于是抱抱告诉他们 是一个曾经的手下 约翰抢走了他们剩余的钱 为了找回这笔钱 依托独自一人去找约翰 打算要回他们的钱 但是他没有想到 约翰已经是三合会的人了 于是依托和约翰的手下 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最终依托将约翰的手下全部打败 找到了躲起来的约翰 要回那笔钱 但是就在前要到手时 一对警察冲了进来 依托被警察点云带上了警车 在家里等依托消息的法提和和鲍勃 没有想到等来的不是依托 而是阿里昂带着大队人马赶到 鲍勃为了保护依托的妻子离开 一人挡了阿里昂的手下 并发生了激烈的打斗 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赶来 法提和和鲍勃只能拼命厮杀 而依托也在警车上恢复意识 听到了警察打算把他交给三合会 于是依托奋奋起反抗 与警察对峙 对峙过程中 依托扔下了手雷 能翻了警车 依托借急逃脱 三合会派来的人 被依托三人全部干掉 三合会老板迟迟等不到依托的消息 于是又派了一个女杀手查看情况 鲍勃掩护法提和和小女孩逃走 却没想到 被早已埋伏在楼下的 另一个短发女杀手拦住 就在短发女杀手 打算杀死法提和和小女孩的时候 阿里昂出现阻止了短发女杀手 但是法提和却并不敢见阿里昂 因为他知道 这一切都是阿里昂的安排 因为只有他知道他们的位置 法提和朝阿里昂开了一枪之后 带着小女孩离开了 但没想到 却被车户里的一群人乱枪打死 在法提和死后出现了一个女子 他杀死了打死法提和的人后 就独自离开了 小女孩自己一人躲了起来 伊托逃出来回到家之后 发现家里已经被警察封锁 而且还看到了法提和的尸体 这时候小女孩跑出来找到他 于是伊托带着女孩一起离开 他们找了地方短暂休息 没想到那个车户里的女子找上门来 与伊托展开了搏斗 最终伊托被制服 但是女子没有杀伊托 而是询问他 三合会和那六个人小分队的事 伊托告诉女子 他在那个小分队里杀人不计其数 但是就在那次任务时 他突然厌倦了这种棋子一样的生活 而就在看到小女孩的时候 决定回头 于是转身杀死了自己的队友 他说他救的不只是女孩 还是他自己 女子听完后没有杀伊托 他告诉伊托 他是被派来除掉三合会 和他六人小分队的 但是伊托已经不是三合会的人了 伊托和女子达成协议 他要亲自除掉三合会 派来的两个女杀手制服 电影的最后 伊托和阿里安两人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阿里安被伊托制服 但是伊托没有杀死阿里安 但是他却被自己的老板乱枪打死 伊托开着车撞向了一群人 打算与他们同归于尽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的打斗场面血腥暴力 但是故事情节却引人如舍 是值得观看的一部作品